周深作为一个可以走出国门的歌手 预估稳稳踏入数千万元行列 其中收入来源包括六个方面 专辑销售 综艺演出 晚会出场费 音乐版权收入 巡回演唱会 明星代言 首先作为周深粉丝 我不关心他挣了10亿还是20亿 最重要的是 依法纳税 不要他防 懂的都懂 我只希望他能保持初心 能一直唱下去 周深为了反身代词做得更好 几乎花光所有积蓄 言归正传 秉着是个人都有好奇心 我去翻阅了很多资料 请生你们允许我说说周深收入来源 其中收入来源包括六个方面 专辑销售 综艺演出 晚会出场费 音乐版权收入 巡回演唱会 明星代言 首先说说专辑销售 据行业估算 每年专辑销售 为周深带来的收入 少则数百万 多则上千万元 成为其财富大厦的坚固基石 时光回溯至2016年 周深写首张专辑《申地深》 踏入乐坛 历经多年沉淀打磨 2024年 周深重磅推出反身代词 这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 却满是执着坚守的故事 自独立运营工作时期 他便全身心扑在这张专辑创作上 对品质把控近乎苛刻 曾毅然推翻几近王宫的出版 重新物色气和心意的创作者 逐字逐句雕琢歌词 反复调整旋律线条 这般将新独运收获了市场热烈回应 发行仅171天 销售额如同火箭般冲破 4500万大关 销量超150万张 傲然登顶全平台专辑年榜 在这亮眼成绩背后 是粉丝们不遗余力的支持 预售之际 他们订好闹钟 熬夜蹲守 在社交平台呼朋唤友 组团购买 分享着对新专辑的期待与猜测 面对限购规则 有人发动全家老少奇上阵 只为多囤几张珍藏 专辑到手后 线上线下自发组织听歌会 剖析歌曲内涵 交流听歌感悟 以燎原知识 将专辑热度持续推高 接着说综艺演出 周深以幽默风趣言行 制造诸多欢乐 名场面 展现别样综艺魅力 这般全能且精彩表现 让其参演一档热门综艺片酬 常在数十万元至数百万元区间 以一年多档参演频率 此项年收入超千万元 成为收入增长强劲动力 2014年 是周深综艺征程的起始点 在《中国好声音》第三季舞台上 他以异曲欢颜惊艳亮相 那独特嗓音 仿若划破夜空的流星 瞬间吸引了齐琴 纳英 杨坤三位导师目光 坐椅快速转动间 满是对这份天赐好声音的惊喜与真事 纳英由衷赞叹其为上天给的好声音 而后在巅峰之夜 他演绎的贝加尔湖畔 将俄罗斯风情的浪漫 与空灵成澈的嗓音 融合得恰到好处 荣获年度金曲奖 就此扣开综艺大门 开启一路繁花相送之旅 此后 他频繁穿梭于各类综艺节目间 成为综艺界团宠 在蒙面唱将猜猜猜猜第一季 藏身 幺蛾子面具后的周深 宛如神秘宝藏 每一次开嗓都是惊喜释放 俏皮灵动的身骑白马 深情款款的他说等演唱 让猜评团绞尽脑汁 观众好奇心被聊播到极致 节目播出时收视率屡屡屡攀升 升入人性舞台上 他置身于美声与流行碰撞交融的艺术浪潮中 巧妙调和二者差异 演绎经典美声曲目Memory时 在庄重典雅基础上 融入流行音乐的情感亲近性 拓宽受众圈层 让更多人领略声乐艺术多元魅力 而在歌手当打之年 他凭借达拉崩巴异曲风神 创新性的艺人分饰多绝 公主的娇俏 巨龙的威严 勇士的果敢 国王的沉稳 在花枪 戏枪等多元演唱技巧 切换间活灵活现 播放量火速破溢 社交媒体被周深 达拉崩巴 话题罢评 讨论热度持续数月之久 他还涉足多元综艺领域 奇妙之城里 化身 家乡代言人 带着观众漫步成长街巷 分享儿时趣事 街边美食 将生活烟火气威威道来 拉近与观众距离 奔跑吧 生态片中 体能挑战奋勇争先 团队游戏默契配合 接着说晚会出场费 每逢佳节盛会 舞台上总少不了周深身影 据业内消息 这类重要晚会邀约 出场费约300万元上下 一年间从新春到跨年 各类晚会邀约不断 保守估计此项年收入 可达数百万元 在提升知名度 巩固国民度同时 收获丰厚报酬 晚会演出 堪称其收入版图中 浓墨重彩一笔 2021年央视春晚 和家团圆之际 他与张也携手唱响灯火里的中国 歌声中既有都市霓虹灯下繁华喧嚣 又有乡村千墨间质朴宁静 温暖且棒驳 为全国观众呈上一道 听绝年夜饭 演唱时段收视率飙升 成为春晚经典记忆片段 2023年春晚 花开忘忧 如潺潺溪流 用细腻歌声编织岁月长河里的亲情故事 抚平无数游子思想念亲之心 网络播放量短时突破千万 引发全民共情 2024年 健康道道令活力四亿 传递全民健身 积极生活理念 为新春佳节注入别样朝气 地方卫视跨年 春晚等晚会 亦对他青睐有加 B站最美跨年夜 年轻观众满怀期待守在屏幕前 他登场瞬间 独特嗓音与酷炫舞台特效碰撞出火花 线上互动弹幕如雪花纷飞 气氛瞬间点燃 江苏卫视跨年晚会 经典曲目串烧环节 他与乐队默契配合 高低音转换自如 舞台感染力十足 将现场气氛推向沸点 接着说音乐版权收入 周深作品往往脱颖而出 虽说具体版权收入难以精准核算 但鉴于热门作品海量传播 多元授权态势 每年从中获利数百万元 甚至上千万元 并非难事 而这背后 是粉丝群体自发传播 二次创作助力 他们制作剪辑视频 分享听歌感受 让作品渗透至生活各个角落 拓宽收益渠道 在周深广袤音乐版图里 音乐版权收入 恰似一条奔腾不息的财富和流 随着作品广泛传播 不断汇聚能量 那些影视金曲是其中璀璨珍宝 大鱼伴随大鱼海棠全球上映 在油管等国际平台点赞量 评论量呈井喷之势 国内音乐平台长期稳居热门前列 成为短视频创作者 心仪背景音乐 线下商业活动热门配乐之选 授权费用水涨船高 舆情仅扣仙霞剧空灵浪漫基调 剧中主角情感跌宕时刻 歌声适时切入 将氛围渲染的淋漓尽致 剧集热播带动歌曲播放 下载量一路走高 版权收益颇为可观 人士契合科幻剧制未来感画面 为影片增添独特 声色 传播热度持续攀升 其原创作品与专辑歌曲 同样具备高商业价值 商业广告寻觅动感旋律 影视作品搜罗适配插曲 线下活动可求优质配乐时 接着说巡回演唱会 周深9.29赫兹一场巡演下来 刨除成本 收入可达数千万元 成为年度收入关键增长点 周深巡回演唱会 无疑是粉丝们的狂欢盛宴 更是一座吸金宝藏库 从早期深空监巡演出探视场 到2024年9.29赫兹巡回演唱会 燃爆全国 场场爆满 一票难求成为标配 以南宁场为例 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内 数万歌迷汇聚 荧光棒挥舞如浩瀚星海 门票一座位优劣划分 399元至1699元不同档位 开票瞬间 线上购票系统不堪重负 秒空一词刷报热搜 舞台之上 顶级灯光音效环绕 周深在经典与星座间自由穿梭 启封了改编版 融入个人细腻情感解读 旋律更具感染力 雨清首唱《古风古运满意》 引发全场大合唱 歌迷沉浸其中 热泪盈眶 台下周边产品琳琅满目 特色荧光棒融入演唱会专属元素 限量海报定格舞台精彩刹那 定制T 续承载珍贵纪念意义 销售额颇为可观 赞助商看重演唱会超高人气 庞大流量 纷纷赤巨资入局 接着说明星代言 代言费未公开披露 但参考行业层级 一线明星代言普遍6000万亿亿元 二线约1500万4000万元 周深作为华语月谈一线实力唱将 代言费预估数千万元 借品牌合作 实现商业价值最大化变现 在代言活动中 周深凭借高情商 无论是与品牌方沟通 还是与粉丝互动 都游刃有余 让各方满意 近年 周深商业价值城景喷式爆发 明星代言邀约络绎不绝 出任淘宝首席建雕观时 他以清和幽默形象登场 妙宇连珠间 助力品牌推广活动热度爆棚 线上互动踊跃 产品销量顺势上扬 携手时尚美妆品牌 拍摄广告大片 精致妆容搭配独特气质 于镜头前完美演绎产品魅力 引得粉丝纷纷种草追捧 涉猎生活好物代言 以日常生活场景展示产品实用性 亲切自然 拉近产品与消费者距离 虽周深 用他无与伦比的歌唱实力 在舞台上绽放华彩 从抒情慢歌到高难度技巧曲目 皆能完美驾驭 又以超高情商 处理着娱乐圈纷繁复杂人际关系 收获同行赞誉 粉丝热爱 他在音乐与商业间找到契合点 持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未来必将在华语乐坛持续闪耀 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周深能有这样的收入 也归功于周深实力和情商 他一位实力与情商兼具的宝藏歌手 他的音乐之路充满了传奇色彩 从一个山里娃逐步成长为 实力流量兼具的顶流国民歌手 周深出生于1992年 自小与音乐节下不解之源 中学时期参加多次合唱比赛并获奖 他曾考入医学院 后又全新投入音乐事业 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 以一手欢言征服观众 虽被那应淘汰 但他并未气馁 选择沉淀自己 他远赴乌克兰学习音乐 不断挑战自我 在实力方面 周深的歌声空灵纯净 他的演唱技巧高超 能驾驭多种风格的歌曲 2024年 他形成紧凑 参加了众多节目和演出活动 8月中旬至9月底 他参与了 CCTV三乐在旅途第二季卢州站 CCTV一飞一礼的中国贵州片 CCTV2央视818盛典 以及江苏卫视音乐园计划的录制 他在2024影视音乐盛典上 拿下三连冠 还获得了首届影视音乐盛典 2024年度歌手大奖 尽管遭到章节粉丝质疑 但周深的实力有目共睹 他演唱了春节档大热电影 热辣滚烫主题曲《小美满》 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 他还发行了个人第二章全新专辑 《反身代词》 专辑上线成绩斐然 此外 他在各大音乐盛典上 屡获殊荣 如在第五届 TME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上 荣耀嘉免 年度男歌手称号 并狂懒四项大奖 在情商方面 周深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 在音乐园计划中 他巧妙化解尴尬 对歌手的评价 既不违反节目规则 又不会得罪人 在节目初期 他将邀请卡送给歌迷 展现了暖心的一面 在视听环节 他总是给予嘉宾热情的鼓励与评价 在现实交流环节 当看到张亮颖递给郭佳琪三张邀请卡时 他轻松回应 缓解了紧张气氛 在奔跑吧节目中 他也多次展现高情商 游戏环节 他尽显身世风度 为了不误伤到其他嘉宾 即使被围攻 也没有过激动作 在斯明牌游戏中 他已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为原则 一系列高情商举动 广受好评 周深就是这样一位 用实力和高情商 征服观众的优秀歌手 周深的音乐成长经历 周深出生于1992年 自小与音乐节下不解之缘 尽管家境并不富裕 但在父母鼓励下 积极参与各种音乐活动 中学时期 他参加多次合唱比赛 并赢得多个奖项 逐渐意识到音乐是未来方向 然而 他的职业道路 并未直接走向音乐 而是考入医学院 学习医疗专业 但医学院的学习 并未让他放弃音乐 他在课余时间 继续参与音乐活动 甚至考取音乐学院 深入学习声乐知识 2014年 周深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 以异曲欢颜经验全场 虽遗憾止步 十六强劲 四强 但因其独特嗓音 吸引了大众关注 正是踏上专业歌手道路 此后 他不断探索音乐风格 从流行 鼓风到电子 摇滚 游刃有余的赋予歌曲独特韵味 他还积极与国内外优秀音乐人合作 如高晓松 《萨鼎鼎》 李玉刚等 分是多角演唱达拉崩巴 展现出无限音乐可能 他的音乐事业也从国内走向国际 在联合国舞台献唱中文歌曲《和平送》 传递和平与爱的力量 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音乐使者 周深的高情商表现势力 在众多综艺节目中 周深的高情商表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在奔跑吧中 游戏环节他尽显绅士风度 在抢帽子大战中 面对铁憨憨杀意的所死行为 他没有任何过激动作 时刻替别人考虑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在非一挑战中 他主动坐在后面接受惩罚 让前辈杀意和普通话不标准的容组而答题 暖心举动 坐实国民偶像地位 在音乐园计划 综艺先导片歌手集结时 面对寓意先杨的评价模式 他巧妙化解尴尬 将顺序对调为寓杨先义 既不违反节目规则 又不会得罪歌手 在各种晚会的采访环节 他也总能化解尴尬 展现出极高的情商 如在2023美好奇妙夜后台采访中 面对记者要求现场比心 他虽嘴上说 我没有心 但实际行动很诚实 不仅抵了心 还摆出多个帅气动作 周深的演唱实力体现 周深的演唱实力之强 令人叹为观止 他的嗓音空灵 而富有穿透力 无论是高音的激昂 还是低音的婉转 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 在气息控制方面 演唱节奏较慢 旋律优长的大鱼时 能保持气息稳定输出 让声音始终保持优美线条 唱高音时 气息稳稳拖住声音 使高音既具穿透力 又不失稳定性 在音准把握上 无论是节奏明快 旋律复杂的快歌 还是曲调婉转 变化多端的抒情歌曲 它都能准确把握 每一个音符的音准 在现场与录音室表现一致 参加歌手比赛中 每一场演出都展现出 极高的音准水平 舞台适应能力也很强 面对突发状况 如音响设备故障 舞台环境干扰等 能保持冷静 专注演唱 在不同舞台风格间切换自如 无论是大型演唱会 音乐综艺还是晚会 都能以稳定发挥 和出色表现征服观众 此外 在体能与耐力方面 一场演唱会连续演唱十几首 甚至更多歌曲 它能保持充沛体力和良好状态 高质量完成每一首歌曲演唱 即使在频繁演出安排下 也能保持稳定演唱水平 周深在2024年的成就 2024年 是周深音乐事业大丰收的一年 7月21日晚第五届 TME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 在澳门隆重举办 周深荣耀加冕 年度男歌手称号 并狂懒年度最具影响力全能歌手奖 以及歌曲花开忘忧 获得年度霸榜歌曲 灵牙之旅获得年度十大金曲奖项 年初收获火爆歌曲小美满 现唱大爆剧庆余年 二片尾曲借过一下 玫瑰的故事情感主题曲 风吹过的晨曦等大热歌曲 发行个人第二章全新专辑反身代词 专辑上线6分钟就突破1000万 24小时突破2500万 横扫各大榜单销量冠军 成为自2021年音乐平台限购以来 专辑总销量榜的第二名 开启第三次巡回演唱会 已官宣九成十二场 除首场上海场市没奔外 其他场次全部是能容纳数万人的大型体育场 9月21日 9月22日 在北京鸟巢连开两场演唱会 所有场次均开票及秒授庆 三次登上春晚舞台 并 为领唱经典曲目难忘今宵 在各大主流晚会上频频露面 成为不可或缺的重量级表演嘉宾 4月 受邀参加纽约联合国总部中文日活动 演讲并现唱和评送 大鱼等歌曲 此外 周深在2024年 还荣获华语音乐排行榜 第35期内地总榜冠军 歌曲解密广受好评 周深的暖心举动 周深的暖心举动无处不在 在飞机上 看到乘客衣服掉了 他捡起来拍拍灰再递给对方 这一细节感动了很多人 在各种演唱会上 他对工作人员也十分尊重 表演完后会向四面八方90度鞠躬 向在场的媒体老师 工作人员鞠躬表示感谢 2019年3月周深参加西安晚野音乐节时 因时间关系少唱了一首歌 回到酒店后跪在地上 用纸包耳机给粉丝录了一首 Think of Me发到微博上 在2020年上海国潮音乐节 得知有粉丝买票被骗 他空降超话提醒粉丝 一定要在官方买票 并安慰买不到票的粉丝 在青春环游记2中 贾玲老师恐高 他主动握住贾玲老师的手 还一边不停地给他扇扇子 作为周深的粉丝 我深深地被他的音乐成长经历所打动 从一个普通的医学院学生 到如今的歌坛巨星 他的坚持和努力让人敬佩 他的高情商表现 让他在娱乐圈中 收获了众多好友和粉丝的喜爱 他强大的演唱实力 更是让人惊叹 每一次的演唱 都能带给我们极致的听觉享受 而他的暖心举动 则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善良和真诚 周深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歌手 更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和喜爱的榜样 他用自己的音乐和行动 传递着爱与温暖 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